四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四马南 说说英国英伦三岛 现在情况比较严重 英伦三岛应当 应当向武汉当时采取决断的措施 那样封城 但是英国人能接受武汉那种封城吗 张文宏到时表了一个态 他认为疫苗应该按部就班的积极的推进 武汉的事还真是 是他已经讲封城了 英国政府已经规定在伦敦 以及英国东南部东部地区实行封城 而且分了一二三四级四级 就是最高级别 但是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 如果封城不是像武汉当初那种级别的封城 眼下这种变异传染率提高 70%的这种病毒传染是没有用的 但问题是调查的结果是 四分之一的老百姓表示 他们依然要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圣诞节 就根本不尿你封城 你说这事可怎么弄啊 还记得当时BBC怎么报道我们武汉吗 还记得英国一些绅士当时如何傲慢的 以止气使指责我们不讲人权 限制人的自由等等等等嘛 所以隔壁王奶奶经常说的话 简直就是真理啊 隔壁王奶奶说 笑话人不如人 提着裤子碾上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老是提着裤子碾上人 英国前几天刚干了一件事 就是在病毒变异之前 搞了一个百味女节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妇女加一块 挑出一百个女人来 中国有两个获奖的 一个是乱港分子 一个是我们武汉那位作家 BBC BBC 好家伙 这一通叫嚣 方方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是今天这病毒专制各种不服啊 新冠病毒而且相当狡猾 他们会变了异 以变异之后更强的传播速度 然后突然降临 英伦三岛 最近其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 他串染力太强了 感染力上升啊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自己就得了病了 得了病 好在比较早的 得了病现在已经痊愈了 他采取果断措施 遏制这个病毒传播 但是这个时候 约翰逊呢 就想不明白 说我们已经采取了最果断的措施啊 我们的封城级别 已经是最高了 世界上你们这些 包括我们过去的盟友 咱们关系都不错 咱们都是好邻居啊 全世界已经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 对英国封关 英国路透社21号 有篇报道啊 直接用了这个词 叫欧洲病夫 过去不是亚洲病夫吗 那时候是说 救中国的 现在英国人自己说 英国卫报大标题说 欧洲对英国关闭大门 我们现在是欧洲病夫 英国有个报纸叫都市报 则形容英国现在是圣诞地狱 欧洲病夫 圣诞地狱 向武汉那般封城 四分之一 英国人不同意 英国推出 方方等世界百位女节 大家把这样的信息放到一块 你们来想一想 这个画面什么样 当然愤怒的民众 要声讨约翰逊 说约翰逊辜负了 英国一度登上 推特热搜 说这个约翰逊 让英国堕落至此 约翰逊 他也不敢这事 再说什么 英国人在气头上 身世恼了火 发了脾气是一样的 按说英国呢 在这件事情上 他不冤枉 他不冤枉 就是 他是最早 最早 就能够获知 关于中国 发现新冠病毒之后 突然和 发现那个什么 基因组序列的 这已经全世界 WTO已经向全世界 这个所有的同行公布的 他们是知道 中国武汉在突然遭遇 这种疫情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准备 突然遭遇 有损失 有这个 当时应对 失策 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 可是英国 你应对的时候 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 怎么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英国社会 那是发达国家 一切条件都比中国更好 你们理所当然应该比中国处理的更好 更何况 你们天天骂中国的组织 中国的政治 中国 中国的人权 中国什么都不如你们 你们什么都比我们强 你们不应该搞到这种地步 现在知道吗 英国现在马上还有新情况 面临着严重的物资供应问题 因为英国现在因为美国肺炎病毒啊 英国提前脱欧 提前脱欧啊 英国国内的物资供应问题就更大了 而且英国现在还有那么大的老鼠和人抢粮食 英国还有240万儿童没饭吃 所以说英国现在所遭遇的食品的危机 接下来可能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令人不忍的画面 往年这时候伦敦什么样 灯火通明 人流涌动 霓虹灯这个闪烁 宋丹丹说 那是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空气中弥漫着圣诞的歌曲 一派节日的热道景象 但今年人群流动 涌动现象没变 只从商场变成了火车站 当然也能听到空间当中传来赞美式的音乐 但是这个时候人们恐怕 这个时候God bless me God bless you 好就希望耶稣这个时候能拯救自己 或者别的不管了 我什么都不管了 撒鸭子我逃离伦敦 逃离英伦三岛 跑了再说 但是你跑的有多快 新冠病毒已经传播 变异之后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 甚至在美国 很多地方传播开来了 它传播速度更快 你坐飞机 它跟着飞机跑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 把伦敦 英格兰东南部以及东部实行封城了 这个封城的决心很大 但是英国各级政府 英国各级公务员 包括民众 执行力度怎么样 这是可以大大的话问号的 按照英国现在的四级防控要求 从12月20号开始 除了购买生活用品 你必须待在家里面 必须品 零售商店 娱乐设施 健身中心 全都给我停 过去是不停的 咖啡馆不停 现在都停 圣诞期间 英国政府专门规定 不得与家人以外的人员聚会 四级地区民众 不得迁往英国其他地区 可是 不正常过圣诞 对英国人来说受得了吗 正常过圣诞 不是约翰逊首相 此前反复跟英国公众 英国选民保证过的吗 那现在变成空头支票了 所以在封在家里 老百姓就很恼火 就不愿意接受啊 所以今天的封城啊 第一是英国政府 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第二封城 封得住 封不住啊 现在已经是感染了 超过二百万人了 英国才多少万人 已经死了 将近七万人了 可更多的英国人呢 他们根本就不听政府的号召 商业类型片中的典型的 那叫什么呀 叫末日大逃亡 你说让我待在家里 我开车我就跑 你能在全英国范围之内 对我实行围追堵截吗 我离开你行不行 嗯 惹不起 我躲得起 好 全英国都开始上演 末日大逃亡 在封城措施产生之前 轮斗火车站 急码地出城的人 英国社交媒体上表示 照这个趋势 英国北部很快也将沦陷 为什么呀 他从南部 从东部往北部跑 你说这不要命吗 北部说没感染 往北部跑 那不就把北部给污染了吗 所以照这个趋势 全国很快 全国都会被禁足 全国一块封 你不信不封不行了 这次传播速度非常快 英国说 接近英国的邻居迅速做成反应 你不是传播很快吗 法国20号午夜禁止所有来自英国旅客入境 涵盖货运在内的陆路 空路 海路 铁路 法国反应最快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暂停来自英国的航班 爱尔兰对英国的航班 实行限制 轮渡限制 比利时不让英国航班和列车入境 奥地利 瑞典 罗马尼亚 利特兰 拉图维亚 爱沙尼亚 巴加利亚 捷克等欧洲各国 所有的欧洲各国都对英国采取这种态度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你害了传染病 你周围那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令叫什么令 叫禁英令 禁止英国令 导致辅港通往欧洲的所有的道路 港口 隧洞 全部关闭 所以在英国他们说看到那个场面 就是运输车拍成大长龙 那就要一个场 交通堵塞 那画面 惨不忍睹 华尔街日报 这个时候呢 报道提到说英国的食品 和饮品联合会 说这这怎么办呀 那你现在堵了以后 英国的食品靠我们来供应的 你圣诞节必须的吃新鲜蛋糕 没有新鲜蛋糕 这怎么办 有英国人说 这是华尔街 用这种口气跟我们说话 你美国感染的人说还少吗 你知道吧 有亲戚 英国是 美国的亲戚 甚至是美国就是英国的一帮人 跑到美国建了一个国 它是有母子之间的关系 母体和子体之间的关系 但是现在你看这画里画间 带着画茬 带着邪火 人突然遭遇不幸的时候 人的心理倾向于 找提嘴阳 这边骂约翰逊 那是一回事 然后骂法国鬼子 然后那边就开始骂美国人 在这挑事 对不对 事实求是说 这种情况如果无法缓解的话 未来英国真的会 面临很多问题 至于什么视频短缺 这都是小case了 英国现在正在变成一座孤岛 很多报纸用这样的大标题 首先约翰逊表示 说限制交通往来呢 延误影响 你到英国的航班之间 那货运呢 什么东西都受影响 我们理解我们的朋友们 对新冠极其变种的担忧 但是呢 我已经和马克龙通电话了 我求他了 我请法国放松对我们的限制 但是他没说 求完了以后 年轻帅气的马克龙 马克龙 嗯 表态了吗 会松一松吗 没有 只会抓紧 所以从欧洲以外 加拿大那么老远 加拿大已经禁止英国航班落地 伊朗 这事得说伊朗 伊朗过去被你们美国为首的 欧洲的一些国家制裁的日子 非常难过 伊朗这次禁止英国航班进入 先进两周再说 嗯 沙特阿拉伯 跟西方的关系一直不错 那也禁停国际航班 陆路关闭了 港口关闭了 以色列 以色列跟英国的关系 好吧 关 禁止 禁止来自英国的所有的航班 土耳其 禁止来自英国的所有的航班 丹麦南非 丹麦南非 好家伙 就是现在你能数出来的英国周边的 包括通过空路能够去的国家 一共40多个国家 今天可能还会更多禁英令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今天的消息 我今天刚刚听到的消息是 中国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变异之后的新冠病毒的患者 在世界上主要的西方国家 美国是为什么不多的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闭对英国航班 这个空域的这个国家 夫妻博士他跟这个特朗普先生建议 说似乎在这时候 如果禁止英国的航班的话 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 但是他没有讲 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禁止 有人说 有人说 那是因为 已经在美国开始流传了这种的 变异之后的病毒了 所以你的经营也没什么用 美国快速行动新冠疫苗计划 负责人说现在呢不清楚 现在英国一共有多少例 现在人口变动速度这么快 人都跑了 你根本就没法统计 这种变异之后的病毒感染了多少人 当局正在非常吃力的 仔细的研究英国传播这种变异的病毒 还有负责检测的美国官员也说 目前呢震惊 没有必要感到惊慌 美国这个右官方面还真是淡定 不容易 连英国首相约翰逊都公开通报 这种变异病毒的传播力可以提高70% 有些科学家说是40到70% 有的人甚至提到 传播力提高几倍 我曾经呢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是昨天做的 讲到了这种变异的病毒 所带来的这种影响 以及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授 王晨光先生 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病毒的 所以他提出 这个目前我们人类的疫苗 可以在几天之内就提出来 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过分的恐慌 他认为负面的消息的过分的传播 这将导致不利的影响 他的态度是比较淡定的 来自英国博明汉大学的 卫生物基因组的专家 也呼吁公众表示稳定 他认为变异病毒呢 是正常化的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出现更多的新变种 他本来是想告诉你 不用担心 但是他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多的新变种 这人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了 更为关键的是 现在啊 现有的疫苗 不是王晨光说的 我们将要研究出来的疫苗 而是现有的疫苗 对这种病病毒 是不是有效呢 不知道 现在只是个问号 BBC援引专家的话说 这次变异涉及到的 这种病毒的 叫刺突蛋白 新冠病毒围绕着 这一特定的病毒 组成的部分设计 但随着疫苗的注入 人体免疫系统 也会学习 对刺突蛋白的不同部位 我们呢 仍然相信 新冠疫苗 对变异毒株有效 这个媒体有个问题 他不说这事吧 不行 老百姓恐慌 说这事 你措辞这么谨慎 你不是导致更多的恐慌吗 所以英国有科学家 就有不同的态度 他说 如果病毒持续变异 你现在的疫苗 你最终会失效啊 因为这种毒株 现在已经可能 现在已经可能 使一些疫苗们 有抵抗力了 所以呢 他可能经过 次数不多的变异之后 那你产生 你疫苗不管用了 请问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办 相比之下 中国的 这个王晨光的说法呢 我看国外的报道说 王晨光的说法 是表示乐观的 中国的网红专家 张文宏 我看张文宏 现在成了万能 万能医学家了 他什么都说 什么都懂 华山医院 传染科主任 张文宏 他自己说 英国的突变株 并不意外 这个英国的突变株 并不意外 疫苗接种 有条不紊的进行 就可以了 太简单 就两句话 不意外 有条不紊就行了 现在的疫苗 能不能抵御啊 它再变异 行不行 没有 对不起 张文宏同志 没有谈到那么多 现在要命的事 要命的事 是英国 现在不是说 就算是 现在的疫苗管用 我们不考虑 它失效的问题 就算是 现在的疫苗管用 现在英国 做不到 对所有的人 打疫苗 人都跑了 没法统计 一个社会的管理啊 如果能做到 像中国这样 层层落实到人 说封城就真封 说这胡同 封了就封了 所以你在等待疫苗 这过程当中 这个等啊 让人焦虑啊 一是人统计很难 管道胃很难 二是拿不到疫苗 再接下来是疫苗拿到了之后 病毒变异 管用不管用还不知道 所以揪心啊 我们真是为英国老百姓揪心 如何做到严格防控 那是个太重要的事情 英国以前发生过一个什么事 我看美国报纸说 英国曾经发生漏爆 一万例检测结果 一万例检测结果 漏爆了 英国绅士不是做事情特别严谨吗 你要少爆一例两例还可以理解 三例五例还可以理解 漏爆一万例检测结果 这件事方方 你不追责 我都觉着你拿着英国的奖 不好意思 一万例检测结果漏爆了 媒体报道 现在四分之一的民众都表示说 我们就是要违反圣诞防疫规定 对不对 圣诞期间封城令 你根本就封不住我们 你封城 你封什么城啊 God bless me God bless you 我们上帝保佑我们 我们不怕 我家伙 这信仰一坚定 麻烦了上帝 God bless you 哦 等到感染了之后怎么办 那也是 Oh my God 感染了以后 Oh my God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民众的纪律性面前 情绪面前 什么行政令啊 你能解决问题吗 对不对 很多西方民众眼睛当中 2020年中国武汉等地的封城 那个级别 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 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 你不能接受的 那样的封城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措施 只有那种级别的封城才能够阻断病毒传播 才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的手段 如果英国的封城还是像前几次那种封城 是吧 跟闹着玩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 小饭馆 什么小咖啡馆 照样的推杯换盏的 恐怕 对英国来说 就不只是伦敦市长口中的 二战以来的最糟糕的圣诞节了 好 这期节目先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